大家好,我是热斗 本期继续介绍 悬案密码系列电影的第三部 信仰的阴谋 前面两集 龙中女人和野鸡杀手 请搜索我之前的发布 今天的故事 从一个八年前的漂流瓶说起 故事开始 一个退伍军人在海边 无意间捡到了这个漂流瓶 里面有封信 自己依稀看得出来 是个被绑架后的求救信 毫无疑问 这个蹊跷的悬案 也就交到了我们Q部门的三人组手里 Q部门只有三个人 拦主、大胡子、女秘书 拦主和大胡子都是不被重用 下放到了这个Q部门整理悬案的 可两人不甘心 结果把这些悬案一个一个给破了 从此Q部门也得到了局长的重视 回答故事 大家查看了已经褪色的信件 上面不仅有错别字 字迹也很青涩 似乎是个小孩子所写的 落款的名字只看得到一个开头字母P 根据记录近十年来当地只有两起绑架案 这两个绑架的孩子的名字都不是P开头 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了八年 家长怎么可能不报警呢 难道里面有什么惊天大秘密 咱们先是去小孩子躲都躲不掉的学校 查一查再说 两人直奔当地唯一的学校 老师依稀记的这个名字 好像不就是那个谁谁谁的哥哥吗 后来这个谁谁谁两兄弟就转校了 就再没来了 之后就不了解了 竟然找到人就好吧 调出资料一查 这个谁谁谁兄弟的父母在转校之后 还双双自杀了 这就奇了怪了 这里面肯定有隐情啊 不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浑浑噩噩噩 长大的谁谁谁 想一想 他哥哥被绑架 父母没有报警 之后还双双自杀 他能浑浑噩噩噩 活下来已经算坚强励志的了 虽然不愿意提起 为了配合找出真凶 也就回忆起了当年的噩梦 原来这封信当年就是他哥所写的 当时他们俩兄弟同时被绑架 关在了海边的某个房子 绑匪索要巨额的赎金 可他的父母呢 也筹集了钱 也给他送了 也没有报警 但绑匪依然当着他的面 用剪刀戳死了他的哥 然后把他给放了 之后父母接受不了事实 就自杀了 你们肯定要问 为什么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拦主两人也猜不透为什么 拦主和大胡子 想让他回忆一下有什么线索 看能不能确定一下位置 虽然谁谁谁当年很小 但是当时那种机器循环转动的声音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个声音八成是海边的某个工厂吧 另一边 在乡间的公路上 金发哥开车绑架了一对兄妹 这一幕正好就被路人给看到 随即报警 几天后拦主也得知这通接警电话 又是同一个阵子发生的绑架案 这么几天呢 也没有家长来报警 跟前面的求救性案几乎一模一样 拦不胜是同一个凶手 拦主和大胡子在当地女警察的陪同下呢 一起去案发地点附近 调查周围的居民 前面几家都还正常的很 可调查到这一户的时候 引起了拦主的注意 按照护科本的记录 这家有两个孩子 一个姐姐和弟弟 可孩子他爹不想让他们警察进门 还趁着两孩子送到了远方亲戚家玩 神情中又略显紧张 这里没问题 还谁有问题 毕竟是法治社会 就算是警察也不能强闯别人家呀 拦主不死心 调查之后第二天绕回来 动之一情小之一礼 你把养老金公司基金存款什么都取了啊 是不是在准备赎金呢 你就别上当了啊 根据那个谁谁谁的前车之鉴 那个绑匪是个变态 给了钱肯定会杀孩子了 孩子爹一听这瞒不住了 坦言道就是怕被撕票才不敢报警呢 其实他们家认识凶手 就是那个金发哥一头金发 笑容温暖为人随和 当时看样子以为他是外地调前来的传教士 双方走得很近 很是信任他 几天前还跟他一起吃了晚饭 他说他要离开本地了 结果就出现这种事情 完全无法理解 其实这个案子之前呢 还有个绑架案 从这三起案件的共性来看 都是挑基督教家庭下手 受害者呢 家里都有两个孩子 得到赎金后呢 又杀一个放一个 作案说法是如出一辙 那这肯定就是同一个凶手嘛 到了交赎金的日子 警方在孩子爹身上绑好了监听耳机 接着布置边一全程跟踪 等金发凶手一出现 就一拥而上直接拉下 沿途停进的车站都安插了边一 空中还安排了直升机 总而言之是 只要上了车绝对就逃不掉 然而在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金发哥打来电话 要求孩子爹打开车门 将钱扔下火车 不然就杀人 心机如焚的孩子爹 当然是扔了赎金的 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毕竟这是离孩子最近的机会 不能就此放过 这个突然的举动 一下就打乱了警察的计划 此时只有拦主和大胡子的车 跟在火车后面 也只有他们第一时间过去支援 孩子爹呢 摇摇晃晃的爬起来 还真的就在附近看到了金发哥的车 正想找找孩子是不是在车上 突然凶手就从背后一捡都插进了他的身体 拦主两人及时赶到追赶中 也没抓到金发哥让他给逃了 不过地上掉落了一张照片 似乎是他随身携带之物 上面好像是个双眼失明的女人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肯定跟凶手有莫大的关联 孩子爹中伤 凶手又逃了 两个孩子现在是很有可能立刻被撕票 拦主很是懊悔自己的乌人 此时一通陌生的电话打过来 但是声音却不陌生 竟然就是金发哥 言语中透露着 这就是你的错误 他要杀掉孩子之类的 拦主和大胡子来医院 看看孩子爹的情况 此时突然想到 刚才凶手打电话的时候 最后好像特意强调还会见面的 蓝不成说他会来医院 万万没想到 金发哥果然假扮医生 潜了进来 八成之前的传教士身份 也是假扮的 就是为了接近这些家庭的 金发哥一针下去 先打倒了孩子他妈 然后拔掉了孩子爹的管子 就在护士们冲进来救人的时候 他还藏在一边挑戏拦主 拦主气得咬牙切齿 二话不说就跟同事警察 一起追下了地下车库 这下面又大车又多 光线又暗 两人分头行动 结果同事就被躲在暗处的凶手 从背后一捡到刺死 而蓝主寻声追过去 又被凶手从背后打晕拖走 我觉得金发哥靠着背后偷袭 这一招先吃遍天 他能把单妹的警察举给团灭 你信不信 你们就不能稍微看看背后吗 要不以后标配个后视镜好不好 保命 当然了凶手来医院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火捉拦主 其他事情只是为了打掩护 这一路也就把拦主给带到了他囚禁小孩的海边小屋 果然被绑架的姐弟俩也在这里 外面所谓的机器循环往复的声音也不是工厂 正是锋利发电机 其实金发哥小时候确实有一个姐姐 他们家也全都是信仰基督教 但是好像没有父亲 他母亲的情绪不稳定 经常信的是刚刚祈祷完转身就略带他们姐弟俩 有一次姐姐帮自己出头反抗了母亲 结果母亲随手拿起腐蚀性液体就泼到了姐姐脸上 这么说来 之前掉落的照片很有可能就是金发哥的姐姐 现在死了一个警察 伤了两个家长 拦主又被打晕掳走 还有两个孩子畏赞旦夕 得赶紧找到金发哥的大本营才行 警局里所有警察都围坐在一起 靠着之前那个谁谁谁的记忆 用电脑一点一点的模拟出那种机器往复的声音 此时有人听出来了 这个好像是风力发电机啊 海边床屋风力发电机 人员稀少 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 就是拦主和孩子关押的地方 另一边 大胡子呢找到了金发哥的车 车里有许多绘画作品 背后正好有名字落款 不用说了 这应该就是金发哥姐姐的名字了 查找答案 大胡子直接就找到了姐姐家 果然跟照片上一致 姐姐脸上的烧痕 毫无疑问是被烧过的 他呢 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在他的眼里 金发哥经营着一家制药公司 所以有钱给他买大房子 但是实际上 这些钱可能就是勒索来的赎金 大胡子表明来意 现在有三个人被你立冠着 如果不马上找到 他们就会死 此时姐姐透露 金发哥在北海确实有个床屋 而那里正好有许多发电机 二话不说 大胡子立刻动身 这边 蓝主呢 也醒了过来 金发哥就在身边 洋洋得意的看着他 俩人呢 也就把话说开了 原来呀 姐姐遭到毁容 以至双目失明 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他和姐姐独性较义 可他认为上帝并没有保护他和他的姐姐 反而家里还出现了一个恶魔般的母亲 无休止的虐待 当他决定拿起剪刀的那一刻 反复是魔鬼给了他力量 给了他心声 杀死母亲之后呢 相当于魔鬼救了他和他姐姐 至此之后 他甘愿成为恶魔的儿子 而且他还要履行恶魔之子的责任 那就是摧毁那些同样信仰坚定家庭的信心 以至于摧毁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他通过绑架案和杀死家庭成员 让这些家庭伤心欲绝 让他们在一次次祈祷中质疑和绝望 最终扔掉信仰 所以他一直假扮传教士 故意接近这些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后下手 而此时他最想做的 就是毁灭兰主的信仰 可是 兰主根本就没有信仰 不过对金发格而言 兰主对揭露真相 有着疯狂的执着 这种执着就是他的信仰 反正我就是让你愧疚 说着就把绑架的小男孩压入水中 他就是想要拦主 眼睁睁的看着想救的人没救成 在自己眼前死掉 怀着无限的愧疚 接着金发格把剪刀放到小女孩的手里 只要抬抬手就能给弟弟报仇 就可以回家 但是基督教里面的交易也说了 不可以夺走自己和他人的性命 这是无法进入天堂的 所以他的目的很明确 他就是想要小女孩违反戒律 失掉自己的信仰 这样一来 也就算是打败了上帝 你这是杀人诛心啊 够狠毒的 即便如此 小女孩一而没有动手 这跟从小到大 他所耳濡目染的道理不符 此时 乌爱突然传来直升机的声音 显然大胡子已经找到了这里 金发格眼见不妙 拔腿就跑吧 拦主让小女孩过来 帮他剪断手上的绳子 赶紧跳入水中 捞起了奄奄一息的小男孩 还好剩下最后一口气 给救了回来 大胡子进来看拦主没事 赶忙去追金发格 明明前面还看着他 躲进了海边的芦苇蒂 大胡子追过去之后 偏偏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寻找踪迹 把背后完全暴露给 敦草丛的金发格 我也搞不懂是为什么 可能是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外婆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杖 还有一位老船长 果不其然 金发格在此发挥了背后突袭 屡试不爽的一招先功夫 从背后拿剪刀刺中了大胡子肩膀 巨大的疼痛让大胡子从外婆温暖的澎湖湾 清洗了过来 但大胡子毕竟也是真派警察 不是吃素的 趁金发格不备 从海水里一把将他拉倒 经过激烈的搏斗 最终金发格体力略败下风 被大胡子淹死在了海里 让他和他所艰辛的恶魔 一起被洗尽 一起被沉入大海 带着所有的一切结束 拦主来参加谁是谁 他哥的那个池来的葬礼 在教堂里 虽然孩子爹还在医院昏迷不醒 但是孩子妈带着死里逃生的姐弟俩 依然坚定着信仰 显然苦难并没有击垮他们 因为有些信念是不会轻易被改变的 轻易改变的只有可能是人 悬案密码第三部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剧有趣的是在于 大胡子是伊斯兰教 受害人的家庭是基督教 而拦主是个无神论者 凶手是个曾经有信仰 但最后丢失了信仰的人 故事的最后 拦主认可了大胡子的信仰 同时也认同了受害家庭的信仰 三方并没有谁歧视谁 也没有谁去试图说服谁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相互包容认同 可能每个人都会相信点什么吧 拦主是个警察 相信上额到头终有报 这就是他的信仰 我们很多长辈相信 踏踏实实做有良心的人 以后会有福报 你我相信今天持之以恒的努力 明天就会有相应的收获 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都有信仰 只是偶尔有些人走丢了吧 我是恶斗 一个故事清晰的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他本来的魅力 没时间看电影 我来给你弥补遗憾 但要小心关注 你可能会因此而上瘾 关注恶斗的微信公众号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视频的更新 偶尔有语音闲聊 电影和生活 还有恶斗的工作花絮 扫描它 你会不舍得分享它